明星翻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星接吻的画面被摄影师捕捉到 经大屏幕放出 立刻引发现场粉丝的尖叫 如此劲爆的画面 杨成林怎会放过互动的机会 于是便让刚刚接吻的观众 挥舞手中的荧光棒 能和偶像互动 粉丝哪还顾得上别的 纷纷挥舞起来 面对台下观众这一举动 杨成林说出了那段争议的话 和男人不可以这样的啦 你们已经有些名声 知道吧 爱骗人的事情 联系语境来看 这话确实是一种开玩笑的口吻 但话中所包含的 某种负面的刻板印象 同样十分明显 虽说这样的刻板印象 应该也是杨成林从别处听来 可作为公众人物 在大庭广众之下调侃 实属有些不合适 实际上 这并不是明星第一次被指地狱骑士 2010年 豪磊也曾因公开辱骂和男人 引发争议 当时他刚被媒体爆出 和潜伏李光杰分局 尚未没落的贴吧里 接连出现数条他的造谣贴 不仅威胁影迷 甚至还给他的经纪人 发恐吓的照片和信息 经过豪磊的调查 他发现这群人和李光杰一样 同为河南机 得知此事的他逐渐情绪失控 缩性将矛头对准河南人 连发30条 怒开地图炮 甚至对自己河南的影迷表示 他要放弃这个市场 此事一经发酵 网友的反应非常激烈 河南媒体刊登文章 要求他必须道歉 同样的 还有尔康周杰 年初张颂文因狂飙逆袭翻红 他便发为此送上祝福 本意是好 但文中一句话 却戳中了大众的敏感点 广东人比内地人聪明 一来广东也是内地 文中的区分显然不妥 二来比较谁更聪明这种话 明显牵扯到了地狱问题 很容易被人怀疑 他是不是在地狱黑 地狱偏见 并不只是明星言论的问题 纵观国产影视剧 类似的刻板印象 更是屡见不鲜 但是针对河南人的 小鱼就能想到很多 十二公民中 河南籍男子被人赐死在家中 嫌疑人是被他抛弃的儿子 讨论案情的过程中 话题引到地狱问题上 陪审团成员表示 嫌疑人的继父也是河南农民 他从负债累累 成为身价超过十亿的药业大亨 肯定做过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 就是因为身份问题 才培养出了杀人犯儿子 最后还不忘补到一句 不就从这帮河南农民进了金以后 咱北京乱了吗 好在后面还有另一个角色 进行了回队 失恋三十三天中 黄小仙的女客户李可 也曾引起争议 明明是河南人 却张口闭口都是台湾腔 为人虚伪作作 妥妥的败金女 随着电影的走红 这种对河南人的污名化 令不少本地人不满 不仅公开抵制这部电影 甚至还准备起诉剧组 要说闹得最大的 还得是郭东霖的小平取钱 节目中 他凭借河南口音 就断定对方是骗子 紧接着还说了一句 十个河南九个骗 争议台词现已删除 此话一出 立马在网上炸开了锅 甚至有一名河南律师 将他告上法庭 要求他向每个河南人 赔偿议员 总计进一亿议员 除了河南 东北同样是地域偏见的 重点受害者 孙力主演的电视剧《安家》 就曾因污名化东北 而引发争议 剧中一对夫妻发生争执 女方手持赶面杖 追打丈夫 情急之下 南方倒起了苦水 我一个四川人 娶了你一个东北的 一吵吵就动手 熬到今天我容易吗 表面上是在吐槽 妻子的破辣性格 可无形之间 也给东北人 扣上了一身 气就打人的帽子 这集一播出 编剧66就被 东北网友追着骂 同样 影视剧也不乏 有一些对上海的偏见 双面交中 主角胡丽娟 是个典型的上海姑娘 不想嫁本地男孩 理由是他们太娘娘腔 光是吐槽 上海男人还不够 女人同样不放过 步入婚姻后 丽娟身上 尖酸刻薄的个性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随着聚集大火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这就成了上海男女的标签 另一边 关于上海人排外的刻板印象 同样不少见 可怜天下男人心中 上海丈母娘 根本看不起外地女婿 她借着吐槽邻居家保姆 阴阳怪气 前来拜访的亲家不说 甚至还封了家里的楼梯 不让他们上楼 小于理解影视剧这样做 是为了制造笑点 塑造人物 但回过头想想 如此的调侃 也会在无疑中 扩大人们对特定地狱的刻板印象 说起来地狱黑 算不上什么新鲜的话题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与地狱相关的争端 更是频频发生 去年 各大社交媒体 显示EP属地的功能上线后 更是让地狱黑 变得越发容易 无论发表什么逆天言论 总会引来一句 带有嘲讽性质的EP正确 当然 地狱笑话也可以无伤大雅 如果是从当地人口中说出 自嘲的口吻可以自然的消解这种严肃性 可一旦由外地人说出 并联系上热门的社会问题 话锋便会失控 前阵子 南洋谜迪音乐节 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65起盗窃案 直接让谜迪偷东西的话题 冲上热搜敌意 本是属于乐迷的狂欢 却变成了地狱骑士的战场 只要打开社交网络 总能看到相关的段子 接下来 更离谱的事情发生了 大量媒体争相报道当地镇政府的回应 称多数村民误以为那些物品是别人丢弃的裁剪的 而这些报道 无疑再次将和男人推上风口浪尖 眼看舆论不受控制 主办方发布了甩锅公告 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的失职 甚至还将地狱黑归结于阴谋论 表面上是谴责地狱歧视的行为 可转念一想 这种发言有意无意模糊焦点 反而将矛盾转移到了地狱黑上 一来二往 南阳乃至整个河南都成了重视之地 刻板印象的产生 源于一种偷懒的简化的认知偏差 而以此发展出的地狱歧视 则是优越感的体现 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下 大家太喜欢用标签来给人下定义 一旦发现对方的差异 就自然的归咎于身份上的差异 诸多身份中 地狱恰是一种最常见的群体划分模式 当然 有时候的地狱其实是真骂人 有时候则并非出于恶意 就像杨成林可能只是想开个玩笑 拉近一下与当地观众的距离 部分影视作品可能也只是想借助冒犯艺术来强化喜剧效果 然而 在面向大众时 还是需要考虑到自身的影响力 依据看上去无关要紧的言论 其中所包含的负面刻板印象 可能会被进一步放大 这也不能怪停着玻璃心 毕竟谁都不愿自己的家乡被另眼相看